作词 校园 赵兹太多 法兹斯有好多古董 我是最喜欢那个 古老的房子 也许有点艺术细胞的人 比较喜欢那种古典的东西 我喜欢卡拉森这个教堂 听说有300多年 然后我今天要去看的是 这边一个电影院 这个电影院 大概从91年的时候 还开着一个 广州饭店 听说广州饭店开的时候 老板自己不去的 说一直上赌场 然后钱都到赌场去了 我觉得在美国真的是这个风气 这是上赌场去 看到了吗 那个 记忆厂 就是在法拉森的百花大道 这个 它已经修了好几年 好像那个时候是16年17年开始修 到现在还没修好 我是蛮希望那个机场修出来以后 想去看一下 没进去过 然后我在马哈德上班的时候 有时候偷偷溜进老剧场 我经常溜进老剧场去看 真的以前那个装饰非常好看 但是这个机场有一个问题 我们中国人说起来 好像那个十字路口 它的那个路口不好 冲着这条 免接就是门是对直的 有没有点歪 好像有一点点歪 对的 有点斜 它路也不是很整 在法拉森一般搞完一活动 就在图书馆 图书馆有一个小剧场 它是免费的 就是你每年去 提前登记 然后排好节目 那一天是你要那个 你要你要你要用那个剧场 就是你去 它也掐时间 时间一到就给你关掉了 这个剧场 这是电影院说 还没修到现在 你看那个脚手架 到现在还搁着 就修不出来了 开过广州饭店 你看这个正好是对着我们 免接 这样的 然后这里是摆放大道 然后我们现在演出的话 这里我看一下 那个机场看得出 在那边 现在那个车挡住了 现在那个车挡住了 这个里面有一个 红色的 顶上有一个尖尖的 这是我们市政厅 那里面那个舞台也蛮大的 那些老妹跟我说 说这个是以前是那个 坚意改建的一个舞台 然后我倒希望这个 这个就常改过来 还没了 很久了 没修好几次 然后这个机场 就一年到现在 就想想去多少年了 一直关的 所以这个机场里面 又开过老年中心 说自清办的那种老年中心 但是又不行 还是出来了 听说那种房子 老板在这里对面 有一套是红粘瓦的一套房子 是他的 就是这样的 我很希望这个机场快点修好 想去看看 听说里面有古迹 他说 我一会来美国四十多年的一个老妹 他说没什么古迹 他以前吃饭也进去过 今天的天就 刚刚亮了一辆 太阳出来一会儿 又无奇马黑了 我拍那边 就朝那边去吧 我就会打开 他说吗 一会儿 去看 他还不是 一会儿 挺身生气的 这段 他看